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菊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新北市深坑20号发生火灾 农烟飘散至新店中永和及台北市一带 台北市长蒋万安紧急赴木榨国小视察 表示会同步解释空气品质 并通盘检讨项目与标准 新北市深坑区一间工厂20号发生火警 弥漫在空气中浓浓臭味 因为风势影响到台北市 台北市长蒋万安取消既定行程 赶往位在文山区的木榨国小视察空污情况 并敦促教育局及环保局都要严加注意 第一时间我们在对外多米的时候 确实OK就不错 这个是我们会检视 所以包括整个通报已经检视的机制 而另一方面我会从部门来全面检视 我们相关部门的检测项目 相关标准的机制 我想才能复合现在的这种需求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多长时间 都持续监控和小学会更新 而且不单是在国町区 甚至各国际教育也有多持续的检测 所以我们目前了解放 可以在里面整个的这种事 但是刚刚也跟校方同学来呼吁 也要调以清醒 所以在今天早上 我们持续的监控一万年 同学校也需要做很多关系 消防也都做了一批 独以豪狗抗胀 通过外科程的建设 或者是市内窗户 可以开 必要是床户 等等 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监控 可以做一个检测 我们会通版解释 所以一定会来从整个通报机制 紧急应该的作为 以及甚至我们对持续监控 检测的各个物质项目 还有相关的标准 甚至使用的方法 甚至可能相关的监测设备 我们都会做一个全面通监的坚持 这个是藉由这一次 我们好好能够解释的 好,谢谢大家 那当然我也要谢谢 许多在地里长的一时间 也接到里长的朋友 里长的朋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也谢谢里长 特别前来 我想他们也接受到 第一米时间的名义 所以刚刚先跟同学们了解 同学们昨天晚上的确他们就感受到 在文山区这一带 有荣烟有空气的异味 那刚刚再次问说 那今天早上在上学里面中 早上结婚 他们说比较没有比较少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 上学生还是要客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去监控 发生火灾当晚就有许多 文山区民众感受到空气有异味 里长们接获不少民众 惊慌的讯息及电话 判以后有一套SOP 看在哪里公告 好跟里民们解释 大家也都担心 浓烟是否有毒害 当然傍晚的时候 我们就接到很多的讯息 美会里长都很担心 而且又很关心 我们甚至到昨天晚上 一两点钟都还接到电话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台北市政府这一边呢 以后如果碰到 类似这一种情形 能够透过媒体赶快 在那个媒体这一边 电视这一边呢 来做个跑马灯 或者是做一个 初步的一些说明 让大家能够安心 不然每位里长的电话 我们都接不完 希望能够加以改善 而且对我们里长这边 真的是昨天晚上 大家都很尽心尽力 不只是我们文山区 甚至飘到风环那边 比如说万华那边也是有 所以昨天这个煙雾 大家都在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有时候会有一些儿传 那我希望说 透过这一次 大家有一个经验 像这把它当作一个 类似防災的一个经验 大家能够以后 能够好好的 把它做好 昨天的状况是从大概两点多 接近三点 因为我办公室在木炸路市端 不然听到消防车 四五台消防车 急死而过 因为我们里长本身 有个赖群组 有火灾群组 所以我看一下还没有通报 然后看我 因为我木炸路五段 还是属于 台北市 我们木炸的 我们那个国家里 就烟虫 鼓虽在那边冒起来 然后我就去找 因为群组上没有公告嘛 我只能骑着机车跟着消防车去站 结果发现是深坑 然后我有在 这火灾群组有同报深坑火灾 只是后来市府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说真的昨天到9月1、2点 我们国家在那边靠山嘛 整个路灯照下来是会蒙蒙的一片 然后李明就会慌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像市长刚才讲的 我们以后的一套SOP 看在哪里公告至少在里长群组 让我们知道能够跟李明的解释 至少在一个今天大家在比较谈的焦点是 今天有没有读 当然我们一直有跟新北市的人 来发现一个系统 那当然目前掌握 所以他们虽然现在不是忽灭 但是还在避免困难的事情 还在做一些解释 所以我们都会随时了解 像新北市了解 就是先从源头他们的工厂里面 对对对对 而造成什么样子的熔烟 那这当中还有什么样子 是不是是否有害的方式 这个我们都会持续跟新北市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尽快地厘清事实 而且确定即刻地赶快向所有市民同样透过群组 包括除了官网 社群平台新闻港 还有各里里长的群组 会随时地来跟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那会后等一下消防局里面可以再报告 我们跟新北市面最新的整个清楚 那之后 讲完也回应早上六点多 即刻在脸书做了清楚的说明 今天也赶来学校了解他们的应变作为 以及提醒学校对孩子相关的课程的调整规划 让孩子自主戴上口罩 以及教室内整体的空气流通等 具体行动关心 且他一定会特别要求局处第一时间 透过官网新闻稿社群平台即刻对市民说明 记者望郡台北报道 2025商委世界重年运动会 即将在明年5月17到30后举行 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与志工团体及大专院校 签署志工服务合作备忘录 正式对外招募赛会所需的一万两千名志工 动感热舞表演展现运动的利于美 2025双北世界重年运动会将在明年5月份举办 相关筹备工作也如火如土展开 台北市政府与新北市政府正式对外招募赛会所需一万两千名志工 第一波已累计三千六百位志工投入赛会服务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与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 也手拿市壮运吉祥木娃娃 号召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因为在疫情没有举办市壮运 那这次呢很特别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 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 我们要不要把它办好 一定要因为第一次在亚洲哦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市壮运在亚洲的国家 让大家看到我们双北的能量 而这个部分就非常感谢 因为其志工就是一个活动举弹能否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过去其双北当过各种的运动赛事 都是靠大家帮忙 不然从听澳从市大运 甚至呢花博 那反正新北半全国运等等 各式各样的运动赛事活动都是靠志工 那这次因为非常有大量的来自国外的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不只是需要场馆志工 也需要行政志工 也需要语言志工 所以我们总共需要一万两千最少 最少最少要一万两千位志工 那今天呢其实到目前一旨 蜀人局长跟我讲说我们招募资工已经也达三千七百位左右 所以希望能够在很快的时间 在今天启动招募 我们很快就可以达标 那我们已经充满能量了 这给大家看 但我们这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吉祥物 那非常非常可爱 但这还是一个第一支我们还在改良中 还在改良中 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字 那两个颜色就代表双北 所以我们再来从今天开始一波接一波 会有很多的活动 也希望市民共同响应 那实际上在双北的一个团队这样的合作末期里面 我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在明年的视状运上面带给大家 真的不只是在赛事的各项的安排 我们结合了观光文化还有国际交流 那上次在上礼拜 侯市长特别讲说 我们这个吉祥物啊 他没有告诉大家什么名称 刚刚一瓦步骤的讲 我们要稍微卖个关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颜色 有蓝色跟一个非常好喜的一个粉红色 那其他代表什么 蓝色我们自己解读了 包括我们今天的衣服 他代表什么 活力还有健康 那粉红色带有什么 热情 这个部分也如同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 来邀请来自于世界各地 那我们预期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到超过110个国家 预期也超过应该有4万的参与 那但是这件事情真的 如同我们今天志工的启动一样 我们在所有的赛事跟活动里面 其实在所有的一个场合里面 除了我们参与活动的选手以外 最美丽的身影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共同一起来参与 那而且实际上透过我们的志工朋友 其实可以达成我们更多 其实在竞技场上面以外的一个友谊的一个连结 所以真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帮忙 社会局长姚淑温表示 志工服务将分为场馆行政及语言三类服务 以30人以上志工团队团体报名为优先 个人也可以透过台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台 来线上报名 我们这次是来自于国系的下一次 所以在语言的志工的部分 其实需求是很多元的 那除了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英文之外的话 包含话文德文或是其他相关的一个 列别的一个语系的话 我们都欢迎来参加报名我们的语言志工 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至少招募一万两千位的一个志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 我们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十月为止 如果重招募超过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志工的力量 能够越来越强大 只要年满16岁 不论是学生或社会人士都欢迎报名 串联各路英雄好汉 心怀世壮运 投身志工服务 共同成就一个友善赛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过完年 全台捐血中心纷纷传出血库存量构级 由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发起的千人捐血活动 2月21号正式起跑 连续三天的活动 希望能募得四千代血 以疏解血荒 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立法人黄珊珊 市议员陈又成 何孟华 雀梅沙等人共同主持下 由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 发起的千人捐血活动 2月21号正式起跑 迈入第十届的这项公益活动 累计资金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人次响应 捐出两万两千代热血 内科园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廖全平希望 这一次能募集到四千代血 我们内科千人捐血活动 从108年7月 也是科主席当市长 我们发起的 那一年两次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有13家企业大楼 共同参与 到现在的32家 那我们在第九届 累计一到九届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差不多将近一万五千年次来捐血 我们总共捐了将近两万两千代的热血 我希望这一次的捐血 能突破四千代 来打破我们以往的记录 那我特别要呼吁 在内府地区的好朋友 尤其在内科上班的好朋友 一定要利用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内科总共有30多个点 来供大家捐血 大家勇业来捐血 一代就一命 在台北市长任内 及鼎力支持这项捐血活动的柯文哲 也以医生的角度强调 捐血对整个医疗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捐血率是世界第一 不过近年来却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呼吁国人一起踊跃兼热血 也期盼这样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能成为内科园区的传统 一直败下去 台湾的捐血率 大概已经是全世界最高 差不多8.08 就是大概在一年内 我们总人口里面大概有8%的有捐血 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 不过这几年的数据看起来 20到24岁反而在下降 当然这个原因我猜很多 比方说当兵就减少了 都是学生没有像以前那么踊跃的 所以捐血 我想对整个医疗体系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就学 那这个活动在内科特别容易成功 因为这个地方年轻特别弱 虽然是我们台湾这种产业区里面平均年纽 我应该是最低的 然后也比较热情 所以可以连续办十届 超过一万五千人捐血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代表台北市长脚安前来参加的台北市裁判局长陈俊安 则强调 除了接下活动 台北市政府在绿运输等议题上 都希望与内科协会密切合作 打造更宜居的内科 内科长期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上面 配合市政府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捐血是一部分 那在市场上任之后 也跟我们的内科 这边来研究所谓的绿运输的ESG的部分 也得到很多回响 当然科尔姐也非常的热心 现在我们也正在规划 除了陆路以外的 另外交通运输的可能性 我想还有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 可以去激发 可以去激荡 未来我们都会跟内科协会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把内科打造成一个 适合就业 适合居住的一个更好的区域 这次千人尖血活动 将持续到2月23号 总共有32个点工民众尖血 主要单位也提供了爱心尖血好礼 及摩采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晚秀兼乐鞋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元宵节前夕内湖地方年度盛事 是夜弄土地公 2月24号将热闹登场 游客要如何安全的在鞭炮阵中 感受夜弄土地公的魅力呢 还有信众 争相索取的土地公洗澡水 又是怎么回事 以后来听内湖里里长许昌华为大家解密 占着土地公的神教走进南方的鞭炮阵中 火光四射炮身融融烟 烟雲敏霾震撼寺 及内湖路二段一带落尽其福 沿途店家与信仲则用成堆成串的鞭炮 热情欢迎 由于预估今年鞭炮数量只会多不会少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庙方与内湖区公所及分局方面 农历年前就已经多次开会协调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至于游客要如何安全地参与这项百年盛事 除了戴上口罩、护目镜、耳塞 及穿厚一点的外套外 从小参与的当地内湖里里里长许昌华 也分享自我保护的小撇步 光看内湖老街的鞭炮文化 它基本上算是很安全 但是我们从小玩到大就是有这个概念 鞭炮在你面前 南起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 就是说你的面赶快向后转 由背部来承受这个鞭炮炸开的那瞬间 那这样的话对你本身都会非常安全 那这个是游客大家要稍微了解 要稍微小心一点 除了震天乍响的鞭炮 下午3点即开始的镇头等民俗文化表演活动 也是一大看点 今年还新加入当地国小学生的独轮车 目前庙方规划有三个镇头 一个今年是龙年 增加了一条舞龙在这边做表演 还有电音三太子 来制造我们整个节庆的欢乐 还有那个我们的开路股 目前还有增加一个那个呢 我们新入国小的学生 他们有24台独轮车 也要加入游行行列 也来做做表演 所以说很多游客他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来参观这表演 他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些镇头表演完呢 你们可以顺道了解一下土地公上神 叫的一些仪式 晚上十点过后 内湖夜龙土地公的活动进入最高潮 信众用盛大的鞭炮阵 迎接绕进其福队伍 回到县头福德池 经过炮阵洗礼几个小时的土地公神尊 往往需要沐浴近身 除去鞭炮穴及灰渣 他在露庙安坐 这时候土地公的洗澡水 及神教下的鸭教精 就成了信众真香索取的吉祥物 大概是有民众 拿到他的洗澡水 感觉他整年度的感觉非常的 身体比较健康 事业比较顺 所以说他露庙 神教露庙的那个时间点 土地公在洗温水澡的时候 很多民众抢在这个庙前 就等着要抢那些沐浴水 那还有他的神教 他教子土地公坐在的位置 底下会垫了一些金子 大家很喜欢抢那些 鸭教精是大家喜欢抢的 还有这是沐浴的水 几乎每年大家一祸祸都在抢那些水 为了让这项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顺利进行 2月24号下午三点起 内户警方将在活动区域周遭 及绕进路线分阶段进行交通管制 台北市公车也有多条路线 将配合改道行驶 提醒驾驶人与搭车民众注意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第32届台北国际书展开展 开幕首日总统蔡英文 荷兰在台办事出代表谭靖南 及国内外重要的出版人士 共同出席 邀请民众一起到书展用阅读造浪 透过阅读可以穿梭在不同世界 探索如海洋般广阔的知识 也激起了每个人心中文化与思想的浪花 总统蔡英文为台北国际书展开幕站台 强调这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时刻 台北国际书展为我们呈现浩瀚的书海 也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的时刻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这么多的爱书人 以及出版业界的好朋友 齐聚一堂参加这一场盛会 随着数位科技的发展 阅读的方式和媒体也正在改变 为了鼓励数位阅读 促进出版业的数位转型 文化部已经扩大数位出版的补助 并且在去年推出了 扩大电子书计次借阅服务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之下 每一次的借阅都能够回馈给出版社跟创作者 促进了数位出版和阅读的正向循环 这项服务上线以后 实用人次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两倍 另外 政府也透过优化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以及增进实体书店的营运等策略 支持实体书的产业和发展 文化部也以文化黑潮计划 让台湾的文化和艺术持续走向世界 还有 我们在去年推出的文化币 今年有更扩大适用的对象 从16到22岁都可以领 我们也要在这里宣传一下 在书展用文化币买书 还有点数加码的回馈 台北国际书展是东亚地区 在开春之后的第一场国际书展 今天在现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使和代表 各位都是多元文化的照浪者 丰富了台湾 还有我们台北的国际书展的知识力和文化力 今年的书展的主题是荷兰 荷兰与台湾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 我相信透过书展的交流 我们双边的伙伴关系也会更加的紧密 台北国际书展是台湾出版界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从1987年开办到现在以来 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国内所有出版界朋友的支持 那基于因为台湾这种尊重创作的一个自由 还有一个多元社会的一个发展 我想台北国际书展是当前华温世界中最多元最自由的一个书展 这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那今年的书展主题我们是阅读照浪 那主题国是荷兰 所以这边文化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荷兰官方 还有我们驻台代表处的一个协助 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展览跟多场的讲座 也邀请到荷兰当代非常著名的重要的作家 能够到台湾来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书展的一个文化交流平台上面 这个是可以让台湾跟荷兰 从1624年当时400年前的相遇 那在今年我们可以重新用出版用文字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再度的重逢 那也可以让我们台和之间的认识跟交流更深一层 我想因为台北国际书展它不只是一场书展而已 它其实是台湾的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盛宴 而且是一个连续六天的盛宴 是我们文化创意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照灯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长期的积累 还有这个新的创意会不断的产生 它也是一个这个beacon of our future 其实呢对于我们未来文化创意的产业 可以在如何的这个深跟如何的发展 那在我们在这个书展的现场也都可以看得到 虽然这个市场会起起伏伏 其实持续让我们能够走下去的力量 就是看到不断的有心血 不断的有这个新的能量迸发出来 大家听到这个现在现场的声音 它已经越来的越大 其实呢都是书展的人潮 还有呢其实书展它也是一个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实台北国际书展就是台湾向全世界 讲述我们台湾故事的第一站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的文化的 还有呢还有我们新的这些故事 都不断的诉说出来 而且透过各种的转译各种合作的机会 它都会在这个书展里面发生 慢慢的延伸向这个世界 让大家更认识台湾的这个故事 台北国际书展20号到25号在世贸易馆展出 来自34个国家与国内共509个出版单位 公司参与亮点齐发 像是主题国荷兰采用可回收材料打造绿色展场 周围环绕复制真本古地图 公民书区把旋转木马 咖啡杯海盗船云霄飞车直接搬进书展 带给大家充满欢乐氛围的独自乐园 数位主题馆邀请读者透过亲身互动 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冒险之书 先一开始进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进到我们的森林里面 那我们要进到这片森林的话 因为不太确定它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每一个选项中 去找寻我们的能力跟冒险 然后希望可以在最后打败魔龙 然后我们就即将开始成为未来森林的勇者 然后当我做完这些选项的时候 AI就会开始分析我的书本的内容 以及我的封面 然后如果我们有输入我们的email 那我们所有的内容都会在10天后 上架到电子书的平台 让观众可以去领取看到它的完整书封 主办单位为鼓励民众进场推出多项优惠 包括展场门票全额抵佣金 用文化币赠点 高铁票免费入场 以及消费满额送好礼筹集票等 邀请民众参与一场盛大的知识饗宴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听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为了避免民众因夸大不实的广告而花冤往前 甚至延误病情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二零二三年度的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总共开罚五百六十一件 才罚五千四百二十四万元 明明是食品广告 却标榜可以降低发言反应 还有宣称可以调离子宫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以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二零二三年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共开罚五百六十一件 拆罚五千四百二十四万元 其中媒体类别 以网络四百四十五件 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 则以公司官网275件最多 那我们这次统计我们财罚金额的一个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七宝串有限公司 它被我们财罚的十四件 累计财罚金额是三百八十万 主要是它的产品 拉贝暖工金翠银 它本身的食品的广告 已经涉及到医疗效能 那财罚第二高的是 我们的中华海洋生技 五分有限公司累计财罚的件数是五件 财罚金额是两百五十万 那它的亥Q合议定 小分子合照糖胶 十五广告 一样是讲到了医疗效能的部分 那第三名是包保国际有限公司 累计财罚的金额是一百三十六万 那有四件 主要是它的利保肝胶囊 它是药品 那它广告的内容 跟我们的一个广告核定奖的内容是不符的 那这些我们都已经是依法财罚了 那我们在分析我们 微规广告的一个媒体的部分 那件数最多的是 网路的部分有四百四十五件 大约是占了一个八成 那第二名的是电视 有五十七件 大约是占一成 那第三名的是 透过立牌刊版海报传单等宣传物 总共有三十四件 大约是六%左右 那在网路的部分 违规最多的是在公司的官网 有两百七十五件 裁罚金额是两千五百五十万 那第二名是在Facebook 有四十二件 裁罚金额是三百九十九万 那第三名是Instagram 有二十八件 裁罚是两百三三万 那另外像YouTube LINE跟TikTok 也分别采罚了有八件 四件跟一件 那采罚金额呢 加起来是三百一十一万 卫生局进一部分析 违规食品广告 已宣称提升免疫力类 占第一位 共六十二件 违规化妆品广告 已宣称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类 共三十件 占第一位 那违规的食品广告 我们茶器件数最多的是 宣称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的部分 那违规的件数 有六十二件 大约是占了15.7% 然后第二名呢 是美容化妆品 也有五十八件 大约是14.7% 那第三名呢 是宣称减肥瘦身 有五十一件 大约是占了12.9% 那在化妆品的部分 违规持续最多的是 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 有三十件 是占了23.6% 然后第二名是 宣称消炎消肿类 有29件 是22.8% 那第三名是 除皱除蚊类 有27件 是21.3% 卫生局呼吁 一般市售食品 仅供人体所需 至营养素及热量 并不具备提升免疫力 皮肤美容等 涉及改变身体外观功效 更无法达到预防 改善或治疗疾病等医疗效能 民众切勿轻信使用夸大功效 或宣称疗效食品 以免健康权益受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 为民众食安把关 总共筹研22件 元宵汤圆产品 全数合格 另外 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营养师 设计七彩豆汤圆 选用多种天然食材 降低热量又容易消化 元宵节即将到来 民众少不了吃汤圆元宵 祈求平安圆满 但小心吃多了 身材也跟着圆了起来 营养师就教大家用天然食材和豆腐 制作七彩豆汤圆 热量少四成又容易消化 我们主要是使用豆腐去做原料 取代原鲜糯米的用量 那它的口感上 仍能保有一些些 我们汤圆的口感QQ的感觉 但是它又不至于到 这么的不好吞咽 所以在食用上 其实对于长辈啊 或者是一些 胃肠工程比较不好的民众来说 它是比较适合 也比较没有负担的 那在它风味上 因为我们使用豆腐作为原料 所以它增添了一点点的淡淡的豆香 那在外观上 可以看得到西彩的嘛 那我们是用天然食材去做染色 那可能有像我们的南瓜 紫色山药 然后红楼锅 黑木耳 或者是一些绿色菇彩火龙果 增添它的色德之外 其实也增加不少的植化素的摄取 营养师表示 由于汤圆元消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不只要小心热量 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也要适量食用 另外吞咽困难的长者 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 一般市售的汤圆 它主要的原料是用糯米去做 那糯米的特性有哪一些 第一个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所以对于一些可能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来说 比较不建议 会比较有疑虑啦 那吃的时候要适量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特性的第二个部分 是它的粘稠度比较高 它烹调之后 它可能比较有粘度 那对于可能中间困难的长者或者是民众 那或者是胃肠消化比较不好的病人来说 其实都没有这么适合 那吃起来会比较有负担 三到四颗那种高线的汤圆 或者是大概三十到四十颗的那种红白小汤圆 它其实热量就等于一碗饭的热量 那要吃 假设你今天要吃二十颗小汤圆 基本上你就要慢跑大概半个小时 如果你要用走的 可能也要一点五个小时以上 才有办法去消耗它 所以提醒大家 当然吃可以 但是还是浅尝停止 卫生局还公布元宵汤圆抽验结果 共抽验二十二件产品 包含十八件汤圆 四件馅料 另外同时针对四件包装产品 进行标识查核 结果均符合规定 卫生局提醒 元宵佳节吃汤圆 餐后应适量运动 除了可以消耗多余热量 也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助消化不容易脏气 记者领带会台北报道 为了力挺国家新南向政策 由立法委员许志杰 刘建国罗美林及中嘉宾 共同发起的 新南向国家国会议员联盟会 二月二十后正式成立 希望通过国会外交的力量 加深台湾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交流互动 成为民主与自由的联盟 这个是菲律宾 然后阿巴卡巴 这个是印尼跟马来 一开始就用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越南 及韩国等多国语言 向大家问候 立法人许志杰与刘建国罗美林 中嘉宾共同发起 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及新南向新著名权益 共七个国会议员联谊会 在台湾越来越多新著名加入下 希望透过国会外交的力量 不仅成为外交部的坚实后盾 也能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未来在农业 医疗 及教育等民生议题上 台湾能和西南向国家深化友好关系 攜手并进 印尼是现在穆斯林国家最大的国家 光是穆斯林回教的大概有超过一亿的人口 所以这个印尼跟我们台湾的互动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今年2月28号我们观光署会在亚加达成立 我们的台湾观光服务处 那当然关于这个签证的部分 我们给印尼有条件的免签 那将来也希望说印尼给台湾有免签的优惠 这个部分我们也都还在努力当中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现在我们高雄直飞印尼的 班机现在还没有 现在每次要去印尼就已经要到台北 到桃园机场去搭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将来 因为其实整个高雄将来是新南向基地 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最快的 包括屏東 这边的屏東 也都是在南方 所以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我们的小港国际机场 能够争取就是直飞亚加达或者是直飞巴厘島 在去年的11月30 那泰国政府又让我们台桥 甚至我们的台湾人民到泰国 免于这个签证的这样的立变 所以在在的感觉 要再度的更加的提升 两国之间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甚至于做出更多有利两国人民的事情 那我在最近也有跟他们泰国有三个国会的议员 引领到他们到我的故乡引领 然后做的相关的农产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希望持续的可以透过农业 透过很多方面来跟泰国各方面的这些重要人士 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建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马来西亚跟这个台湾 其实这几十年来不论是在经贸或者是在教育呢 其实我们有很深厚的这个感情跟交流 那我也希望说建立这个平台可以继续 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两国国会议员的这个交流 尤其是过去四年我跟嘉宾常常跑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跟当地的国会议员 其实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感情 那我希望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那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大使 Puan Aznifa上任之后 他在经贸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 那另外我也成立了一个新著名权益联盟 那我这个联盟呢是很希望说能够用 希望就是说跨党派的这个委员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一起为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新著名来努力 台湾跟新南向国家有非常密切的民间交流 跟传统的友谊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今天有七个联谊会来成立 能够成为包括台湾跟新南向国家 不同的个别的国家 还有来自这些国家的新著名 我们共同的来结合我们彼此的民间友谊 和经贸往来 加深我们对对方的文化了解和未来的交流 不管是在农会 农业 医疗 还是教育方面 我们都热于跟这些伙伴国家携手并进 出席的外交部次长田中光表示 根据统计 外交部将协助各国会议员联谊会 让国外外交发挥最大的功能 寻求更多的合作空间 台湾与世界各国攜手并进 台湾加油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安乐区基金一路北二高桥下附近的路口 昨天中午发生了自来水爆管 人行道车道出现破裂 水淹路面影响通行 大马路上水流不断从地域涌出 水势又急又猛 经过车辆建起阵阵水发 基金一路瞬间成了小溪流 事发在安乐区基金一路和北二高交叉路口 二十一号中午左右 一条大约一百五十公分口径的自来水输出管 不明原因突然爆裂 大量自来水外漏 当地理长就担心 会造成里内用水问题 基金一路一一二向一一零弄口 水管临时爆裂 然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地的住户用水情况 我们希望自来水公司尽快修复 让我们民生用水不受影响 检方到场摆设三角锥指挥交通 水公司也立即派员将止水罚关闭 找出原因 在查可能我们先把总管关掉 那等一下我们管线鼓得过来 他才会一直确认 自来水公司已经找到漏水处 机具都已经进场抢修 预计二十一号晚间就会修复 至于破管原因还要再调查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东岸商场的争议风波 越演越烈 甚至坊间已经传出了要罢免 金融市长谢国良的声音 对此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也挑明 市党部已经拟定反制作为 将针对几位民进党金融市议员 进行罢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谢国良市长执政这一年 我们幻南群众 对他的满意度高达八成五以上 接近九成 只有八成 百分之八 是不满意 是不是林又昌市长 妒忌这样的一个成绩 前的市长看现在市长做得那么好 透过这种抹黑的手段 要来罢免 那么各位都知道我是军人出身的 我是绝对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 国民党也是 但是缓急节目手段 我跟各位报告 我正规划 要积极的反制 罢免金融几个民进党的议员 来作为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出口 为了再次把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再向社会大众说明白说清楚 避免被抹黑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国民党副发言人余庆伟 以及机动市长谢国良 和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简隆中 一起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除了回应罢免市长谢国良的事情之外 市长谢国良再次强调 东岸商场点交 会有今天的产权争议 就是当年前市长林又昌 刻意不登记的结果 因之所以有产权的争议 全部都是如刚刚简律师所说 前市府故意不登记产权 在市府的名下 建筑师工会最近也跟我表达 一般惯例 建始造 尤其是始造取得后 一般来说一个月内 就要完成产权登记 才是正常的常态 然而 林市府却多年没有完成 才会造成今天一切的产权争议不是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NET在主张25亿的产权属于他们的 就是林又昌刻意不登记所造成的结果啊 然后他不但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或者是说轻描淡写的说了 然后反而说我在拉K 各位你看我像拉K 所以我会笑一笑 说谢谢 那我应该是说 肖美琴副总统 川内的这个事情 我想跟大家说 支持本土的品牌 是好事 我也支持 但是这根把25亿的市民财产 给了这个本土品牌 这个是两件事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再次澄清说明 和微风百货签订权利金 到底是前市府收的比较多 还是现在市政府签订的收入的比较多 要看总收入 而不是单看个别科目 事实上在林市府任内 10收的权利金 就是5050左右这个金额 所以如果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大概他的固定权利金就是5000万 但是变动权利金永远是零 永远是零 那这个是一个他们很巧妙的 会计方法所达成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总收入 而不是去看哪个科目谁比较多 我们所得到的实质的金额 并没有比他少 但重点是不是他们所说的一千五百万 现在可能开始他们会比较少提一千五百万 而不会去再提到他们说 我们只收到一千五百万 我们事实上就是收到比较多 事实上连民进党的图卡也开始 把我们的各种全力金计算出来 然后再跟5050做个比较 但是忽略掉媒体通路的部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是一千五百万 是五千万加一千多万的媒体通路 全力金 而针对当时点交东岸商场时 为什么不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 再进行点交呢 律师简隆中强调市政府的合约对象 也就是房客是大日开发 而不是Net 房客大日开发没有说不走啊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中 大家到法院就可以说清楚 所谓Net律师当然他拿出了所谓的 所有权状认为市府只有一楼跟地下一到四楼 好 那为什么市府没有二三四楼呢 这个部分刚刚市长也讲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我们跟大日的合约 是在大日营运期满之后 也就是所谓的109年的12月31号 就要移转给市府 也就是那个时候市府就要去登记了 但那时候的市府没有登记啊 而那时候的市府是谁 是林佑昌 所以你要秀出说 为什么市府没有楼上的二三四 那应该去问林佑昌为什么不登记啊 那个时候是市府应该登记的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虽然他们的律师说 这个房客如果不走 你要透过强制执行去点交啊才对啊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的房客是谁 我们的房客是大日耶 大日没有不走啊 他要厘清这个事情喔 大日从头到尾没有不愿意点交 他没有不走喔 不走的是谁 不走的不是我们的房客耶 所以怎么可以援引说 房客不走你应该要走强制执行程序 基本上就是一个路人甲占用了你的土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太一样了 但我也坦白讲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我觉得法律毕竟比较专业喔 在媒体放来放去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大家到法院去说清楚 我觉得会比较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郑文婷 召开记者会 質疑市政府注点法律团队的评选 才限制性招标 执意现任东岸商场案委任律师 及德标律师事务所 都是量身定做 要求市长回应 到基隆市政府 在113年度的一个标案 那这件事情 到底是用谢国良市长 你现在委托他来做诉讼 到底是用我们基隆市人民的纳税钱 也就是我们市库的钱 还是由你谢国良市长 自己出钱委托他来做 所谓的诉讼上的一个争议 手里拿着市政府招标文件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 张浩瀚 郑文婷召开记者会 113年基隆市政府 注点法律团的一个招标案 那据了解呢 只有一家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来参与评选 而这一家律师事务的名称叫做 银锐律师事务所 那该所的一个所长 就是大名鼎鼎的简容中律师 而这位简容中律师 到底是谁 他过去其实就是谢国良市长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 另外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次 在基隆市府当中 跟东岸争议的这个法律的 聘用的一个律师 我想就是这么刚好 由谢国良市长聘用的这样一个律师 刚好也是过去 我们他的市政竞选的一个团队 刚好他就获得这一次市政府 在113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案 我想各县市政府 都有设置所谓的一个法治科 也有法律专业的人才 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个律师咨询的一个管道 其实正常来讲 如果遇到相关法律案件 应该就个别的部分 来聘请相关的律师 来做所谓的法律上的一个诉讼 然而谢国良市长又创下了 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一个 注点法律的一个咨询的一个系统 而这一个系统呢 也是谢国良 同时刚好就是谢国良市长的一个亲信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 这样的一个招标案 是否量身定做 来由他的亲信 来做所谓的一个得标 再者简容中律师他提出的简报资料里面 大辣辣的写着 在地深耕迈入第十个年头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公司 事务所的设立资料 104年6月他才设立这一家事务所 这一家事务所到今天为止还没满九年 可是你却说你已经迈入第十年 那你所谓的在地深耕 你的事务所也只登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系纸 你完全没有登记在基隆 你也没有在基隆 你也没有在基隆 设立律师事务所 你谈什么在地深耕 难道在异地深耕 这才叫做在地深耕吗 因此我们认为谢国良 你这样的一个标案 刻意的在过年前廉价的前一天你才做公告 规避法律让大家无法知道有一个公开的标案在进行 实际上进行公开招标只有三天 然后你就为了你自己的亲信 为了你的自己人量身定做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做法 金融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市长谢国良和律师简容忠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记者会 市议员张浩翰 郑文婷提出了看法 谢国良市长在前一阵子跑到立法院 来召开所谓的相关的一个记者会 结果今天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继续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 我想你到底是国民党的市长 还是基隆人的市长 这件事情让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及我们的市民感到非常的混淆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要追究前朝德政 不好意思谢国良市长我必须要讲 从你在前年12月25号上任当天 你就似乎想要跟新竹一样 来挖掘基隆的大秘宝 然而过了整整一年以上的时间 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在这段期间 基隆市的重大建设 因为你的一意孤行 所有的建设完全停摆 难道你还要这样继续殖民不误下去吗 面对民进党议员质疑 市长谢国良提出回应 如果不编这个律师费啊 价值20几亿的市府财产 市民共有的财产 就要落入民间企业手中了 我再说一次 假如我不请我们的法律专家跟代表 来维护我们的产权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损失 我们25亿的市场啊 所以这个事情是绝对必要要做 而且会坚定的捍卫全体市民的财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关注这里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赞 订阅 Sehr 订阅 明镜 咱们继续 咱们 发现 美国 接近 查看 哪个